洛杉矶时间1月30日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支持下 由美国《魅力中国》电视台承办的 2019欢乐春节晚会在Donny Theatre隆重举行 欢乐春节作为中国文化部推出的文化交流品牌活动 以连续9年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中国创意 成功推向世界舞台展示的互动式创口 本年度《魅力中国》特邀来自中国浙江音乐学院的 39位青年艺术家亲情献一 与美国当地多族裔民众共同欢度中国农历新年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总领事庄志哲 文化参赞古今 文化领事王景 美国首位华裔女市长陈李婉洛 蒙特利公元市市长林达坚 前阿亨布拉市长沈石康 Donny市副市长布兰卡帕歇科 AirMonti市副市长杰里·威拉斯科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社潮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陆强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马树荣 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主席林干花 美国杭州商会会长周刚 美国华人总商会会长陈远 著名旅美画家洪波 著名导演和制片人哈里森·英格 知名作家媒体人Romani D'Urassar 加州大学艺术系教授Richard Wann等各界人士 近700人共襄胜举 这个活动的举办 我想对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 和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 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感谢美女中国中文电视台的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演出开始前 Donny市副市长Blanka Pachiko 向浙江代表团团长球平君颁发贺壮 对他们为增进中美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和创造的成果 表示赞赏和感谢 2019欢乐春节魅力中国春节晚会 在热闹祥和的明月合作中拉开帷幕 晚会由美国著名律师张军 及洛杉矶著名主持人出盟严媚主持 本场晚会节目类型涵盖乐剧 舞蹈 打击乐器 爵士乐队 古典音乐等中西合璧节目类型 浙江音乐学院的演员们用扎实的艺术功底 出色的舞台表现力 为当地观众呈现了一场非比寻常的视听饕餐盛宴 传递出大美浙江的盛世祝福 以高水平音乐学院为目标的浙江音乐学院 曾与奥地利莫扎特音乐学院 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 匈牙利里斯特音乐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等多所国际知名音乐院校展开合作交流 为中国音乐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绽放海外推播出来 当天的晚会通过魅力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 魅力世界 魅力中国IPTV ChimingChina.com和YouTubeChimingChina频道 向全球观众同步直播 2019年欢乐春节系列活动 从1月30日至2月3日举行 届时将在南海岸购物广场 亨廷顿图书馆 亚太博物馆 为男家民众带来中国春节特色的精彩表演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